今天想買一條Hall video 如果你們不知道前陣子Jessica就來參加我 我也拍了一連八十影片 如果你們還沒看的話也可以看 還有我們去了Shopping 所以我就拍這條Hall影片 原本我沒有想買東西 但真的忍不住 因為去到店鋪看到Jessica買 我就忍不住要買東西 最主要是衣服 我也買了一些化妝品 但去了Sephora 我就買了四盒palette 很誇張 但我也是有兩盒 其實我也想要很久 另外那些看到很漂亮 買了 第一盒是這個 推出了一段時間 就是這個Too Faced的巧克力palette 這個是之前經常斷市的 然後我看到 所以我就要買了 粉紅色的 很漂亮 這個超級超級漂亮 這個一打開 全部都是深深 然後有一些巧克力的味道 而且這裡有一塊鏡子 然後我家比較嫩 所以就不拍鏡子 而且它不只是有眼影 它也有其他可能是一些highlighter的東西 然後我還沒用的這盒palette 如果很濃的話 我遲些會再講一下 之後 又是Too Faced的palette 因為 其實我也蠻喜歡Too Faced的palette 因為他們 包裝很漂亮 而且質素也不錯 眼影 不會很難推 但又不會 那些粉不會到處飛 第二 Too Faced的palette 我已經回貨了 我就一定要去搶購 然後這個 包裝跟之前那個差不多 但這個是這樣 方形 真的有一些peach的味道 然後 顏色也蠻好看的 我會塗到一些深色的 但如果peach的顏色 我就未必 但也不是太多 只有兩隻 然後也很期待去用它們 然後 這個 又是有Too Faced Too Faced 和合作Cat Von D這一盒 這一盒 應該是這麼多之中最新的一盒 一開就很漂亮 是這樣 一個深深的 一個粉紅 和一個黑色的深深 是可以這樣的 可以分開的 然後 真的很有心思 它的包裝真的很漂亮 然後我開了這個Too Faced 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這樣的 就是一些深深的 全部顏色都是 大地 其實也不是大地 有些少許綠色 和一些粉紅色 但也是塗到的顏色 除了可能綠色那個 我未必塗到之外 其他其實也塗到的 打開 是這樣的 一個深深的 然後 然後到Cat Von D了 對 這個Cat Von D 唯獨是一個紅色 我就不會用 其他顏色也是可以用的 他們的褲子 只有眼影 他們也有他們最有名的 Cat Von D最有名的 其實就是他們的眼線液 這個我之前用過 是超級超級好用 這個眼線液我會回購的 因為他的筆頭真的超級幼 超幼 所以畫出來的眼線超級細紫 而且他那個黑色也是很夠黑的 然後到TOO FACE TOO FACE最有名的 算是其中一個最有名的 就是他的MASCARA 這個是全大小的 而且剛才的眼線也是全大小的 這個也蠻重的 因為我沒有用過TOO FACE的 全大小的MASCARA 之前 最後一個化妝粉 還有PALLET 就是這個 Urban Decay的PALLET 這個我其實已經買得太遲了 因為其實我一直都不知道 他出了這個 因為我買了他們1 2 3 然後我不知道原來他出了 類似第四 但這個比較深色 所有眼影都比較深色 然後 然後 他的包裝跟之前那些差不多 但是這個 我覺得這個包裝比較好 是膠的 所以沒有那麼容易弄髒 他附送了一個掃 然後我記得上個 三個PALLET 都好像是送掃的 印象中 記得 是兩頭的眼掃 這個也很期待他用 我也比較喜歡一些深色的 而且偏向大地顏色的眼影 我也蠻喜歡的 這就是一個電話套 就是這個 這個是PALLET 就是LUMI的一個牌子 然後是Youtube界 也非常紅的這個 然後我已經進入了我的電話 然後是粉紅色的 我選了 然後他也比較厚一點 但是他一個好處就是 燈子 會很曬 就是這樣 這個是自拍的時候 當然是很曬 然後再按一下 就可以用後面鏡頭 這樣 然後真的很曬 但是如果去玩 或者場地比較暗的時候 這個燈很有幫助 然後我跟Jessica 都一人一個 聖誕禮物 然後他好像選了黑色 我就選了粉紅色 然後我也喜歡的粉紅色 他好像只有三個顏色而已 而且我也非常建議大家 去買這個套 如果你們喜歡 可能去Clubbing 或者喜歡晚上速度的朋友 也可以買這個 因為影視相上來 真的漂亮很多 光一點會比較好看 還有這個可以教得光的 這個是Jessica發現的 是長按這個按鈕 現在是Forever 21 我應該是買得最多的一間 第一樣是一條裙 因為我的裙 也不夠冬天 所以我買了一些冬天 很喜歡的一條裙 然後穿上去 我也很喜歡這個 還有一個很女生的一條裙 這件衣服 很誇張 有些是粉紅色的 閃亮亮的 反光的外套 這一年都流行這些 反光的質地 所以我買了這件的外套 其實它不是很厚的 也蠻薄的 但我喜歡它的風格 真的閃亮亮的 旁邊就是這樣的 這件外套也是這一排流行的 就是類似睡衣的上衣的外套 然後它的質地 是一些很滑的絲的質地 這個真的很睡衣 很睡衣衣 然後這個是沒有扣扣的 然後這裡有一個袋子 後面 原來我也買了黑色 我也忘記了 我剛才紅色那一條 我也買了黑色 買的時候不知道選擇哪一條色 但黑色一定會適合 所以我就買了黑色 而且我記得它的價錢也不貴 是$16美金 所以這件衣服很划 而且穿上去也很漂亮 然後就到Urban Outfitters 我也買了幾件衣服 一件外套 然後應該全部都是一份 就是這件外套 這件外套 這件是類似皮外套 但它有毛 其實我類似這件外套 在Express買的 但這個比較特別 有毛 真的很冬天 而且我習慣了 L.A.的天氣 我真的很怕冷 L.A.的冬天 我覺得很冷 所以我一直買一些 之後我會買很多長袖的衣服 在Urban Outfitters 我只買減價的衣服 和裙子 和外套 我不太精價買的 因為我覺得Urban Outfitters 那些衣服很貴 而且我不會花錢在衣服方面 我寧願花在護膚品 化妝品 或者手袋 鞋身上 但衣服我通常都是減價才會買的 如果是貴的話 就是這條裙子 這條裙子就是閃亮亮 很適合新年 和聖誕 就是這樣 粉紅色 其實這個是褲 但好像裙子 是裙子 我本身都非常暖 我也買了紫色 因為我喜歡一個款式 我會買不同顏色的 紫色我也買了 也是閃亮亮 也是裙子 後面就是這樣 我其實沒有什麼 這些太dressy的裙子 就是很多珠片 這條裙子 好像很貴 其實也蠻貴的 如果沒有減價的話 這個真的是一條裙子 下面也很漂亮 後面 然後就到express 我只買了一件上衣 以前我很喜歡它們 但後來現在 褲色好像 一般好看 所以我 最近沒有買那麼多 是express 就是這樣 然後 是有些 真的有些繩子 在這邊 是一些比較dressy的上衣 然後就到brandy melville 我在brandy也買了幾件衣服 我在穿這件灰色的衣衣 也是在brandy買的 另外我也買了粉紅色 現在給你們看看 樣貌 就是這樣的 這個是淺粉紅色的 是有一點點短身的 但這個很暖 有一個帽子在後面 平日如果是冬天 其實我今晚穿一件 出街也可以 可能裡面穿一件 短袖衣服 如果怕肚子冷的話 但這件真的裡面的質感 是這樣的 很暖 到最後一件 在brandy買的 就是一條裙子 就是這個 蓉質的裙子 因為我沒有這類型的裙子 所以我買了這條 是很普通的黑色 後面有一個拉線的 說完brandy 就是H&M H&M我買了兩條裙子 第一條是這條貼身的裙子 然後是很幼的 這個帶子 也很性感的 最後一條裙子 是H&M買的 就是這個絲絨的質感 是黑色的 是這樣散下來的 好 到帽子 就是LIT 如果我也沒有打算買帽 但見到Jessica買 然後我就 在我自己走 然後看到粉紅色 我就忍不住買 就是這頂LA的帽子 然後是超級粉紅 然後是白色紙 超級漂亮 然後是彎下來的 然後我也買了 這個不是粉紅色 但是藍色 但是也很漂亮 也是我喜歡的那種 這個是直角的 還有白色 還有藍色 還有一些閃亮亮的珠片 這個 所以這個也忍不住 要買 而且我不只買了這兩頂 我買了總共四頂帽子 粉紅色的 也是白色紙的 到最後一頂帽子 就是有藍色和粉紅色的 也是LA的帽子 到最後一頂在Litz買的 就是這個 掛帽子的一個器 看看 是這樣的 其實我自己已經有一條 但我實在有太多帽子 所以我要另外買一條 我之前那條是在Nostrum Rec買的 我不知道原來Litz也有買這些 這條帽子的修納器 所以我就買了 到最後就是Victoria's Secret 我就買了睡衣 我其實這陣子也很喜歡買睡衣 就是這個聖誕感覺的睡衣 就是這樣的 是長袖睡衣 因為其實我之前那一年 我在家也是穿短衣 短褲 在冬天的時候 但這一年我真的很怕冷 我在家是穿長袖睡衣 然後我就買幾套 因為我也不是說太多長袖睡衣 然後他們Victoria's Secret 通常那些睡衣 都會送一個眼罩 我很少用眼罩 其實平時睡覺 只會用發熱的上面眼罩 因為好像會弄變鼻子 如果你想想 整晚這樣紮住 鼻子和臉 可能會變形 頭髮 這是我覺得它會這樣 反而眼罩也比較鬆 所以那些我就會用 但是這些正常的眼罩 我很少會用 然後就是這個睡衣褲 也是同一個典型 都是一些聖誕 紅色綠色聖誕氣氛 還有一樣的 就是玉袍 這個是很可愛 是有聖誕氣氛的 是紅色的 好像聖誕老人 然後我就 其實我夏天的時候 可能會用玉袍多一點 或者冬天有時候 可能穿短衣服 我都會用一件玉袍 但長衣的話 我通常都不用 但這個我記得是做減價 價錢也挺划算的 而且真的很可愛 是很有聖誕老人的感覺 好了 希望你們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點讚這個影片 如果你們還沒看我 和Jessica的影片 快點去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Snapchat和Facebook 好了 拜拜